大家好,我是猫盾。 长元姬一号位,作用是补屑,和为身后的大桥提供最终减伤。大桥同样必须有专武,思路一样是利用暴击来快速回弄输出,是这次试炼的唯一输出。由于普攻会引来花满反击,接着张飞和董白都会对血量最低的武将出手。死亡后阴姬的红魔会引爆,之后基本整队就没了。 所以如何保护好主输出,将会是今次试炼的重点。所以大桥才必须站在王元姬身后,利用他的羁绊来提升一些减伤。 真姬,主要作用是为血量最低的回血和回怒。真姬回血并不多,回怒才是重点,有怒气的大桥又可以疯狂输出了。由于大桥普攻后需要承受花满反击,所以一定会成为血量最低的武将。 这么一来真姬就可以准确的为大桥提供回血回怒。真姬羁绊也可以提升女性对男性攻击的减伤,虽然这次的攻击手中只有张飞是男的,但多一个减伤总不是什么坏事。 最后真姬还可以在前两回合提升全队暴击率,女性效果翻倍。这样大桥回怒又更快了。 鲁肃,主要是提供结盟提高坦度,同时身兼队里的补血。鲁肃的羁绊在这支队伍里会被激活,也可以提升一些回怒速度。 这一次我们继续使用公孙赞,不过这次是战后排了。公孙赞是大家比较陌生的武将,不过没关系,以后就会很常看见他了。 公孙赞主要是提供骑射,再次加速后排的回怒能力,详情这边就不啰嗦了。 关于公孙赞的讲解影片,应该过几天就会出来了。 公孙赞还同时能为后排提供增伤和减伤,完全符合大桥在这次试炼的需要。 最后的诸葛果,主要是提供羊的回怒和减伤能力,所以必须占男性同列。 这么一来后排的回怒和减伤能力就会很高,大桥就可以扛住不死。 潜能,我并没有特意改动。 诸葛果是1122,公孙是1113,大桥是3222,鲁速是1322,真姬是2323,王元姬是3221。 战魂除了大桥是弱点突袭外,其他全部战役薄发。 这个玩家还可以再自行调整,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效果,毕竟这是很活的东西。 专五我只有大桥,真姬专五应该影响不大。 神兵扇子,葫芦,弓箭。 扇子如果运气好,能吸掉最痛的董白怒气,那就是帮了大忙,星术当然是越高越好。 灵虫我使用的是,大象狐狸和夫珠。 能补就补,不过影响应该不大,大家可以再试试别的组合。 试炼加成如下。 现在点数多了比较好安排,主要是把攻击点满拼伤害,防御生命多点一些就能扛住了。 这一套阵容打133难度,是可以全面对面,而我方一只都不死的,所以大家也可以调高暴击,再拼过最高伤害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喜欢视频的,可以点个赞和订阅支持一下。 感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